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段期是12月16号进行的一盘往期 由黑方生命军对战白方柯杰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开局还是黑棋先点脚 然后各自手脚之后呢,白棋再点33 现在的这个布局啊,都长得差不多 黑棋往底下分头,白棋逼住 黑棋拆一 白棋如果说直接手脚的话呢,那就可以选择肩顶 实战白棋点在外面的话,就是想把黑棋压制在这个底下 虽然说黑棋的眼位可能可以继续扩大 但是黑棋如果正常做活,会被白棋压扁 外面白棋可以连成一片 实战黑棋靠出的话,就是破坏白棋连片的意图 白棋压过来 那黑棋再往脚上点,黑棋这个地方下的还是比较灵活的 那当然底下黑棋没有补的话,白棋可以马上冲断 这个就看判断了 白棋冲断之后呢,黑棋可以在脚上冲完之后拐住 先断一下,然后小尖连回,这样做活 白棋就要判断在外面继续补齐 后续能围多少空了,毕竟这个角空还是比较实战的 实战白棋挡住,那黑棋顶住 现在的这个选择权仍然在于白棋 白棋如果说就不想让黑棋两边联络做活的话 那就可以冲完之后断 当黑棋二路打扩大掩位的时候 白棋直接断在底下 吃掉这颗子 黑棋提掉,白棋拆边 这样的话呢,白棋先发展左下角这里的模样 右边这三颗子啊,也不用担心 黑棋小尖的话,白棋可以靠出 这也是一个常规变化 所以说这里形成转换的这个走法非常的多 实战白棋直接断 那黑棋冲完之后沾上补齐 这个时候反正白棋不可能去吃脚 这两颗子现在比较小 被黑棋往底下打 边控全部掏掉的话,白棋亏 所以说白棋连回来 然后黑棋拐头 这样黑棋活了 现在白棋外面不够厚 有两个地方得补 一个是像实战一样 右边这里的打持 还有就是左边这里虎一个 可以把这里补好 不过这样下的话呢 黑棋因为底下已经先手活了 外面就可以把这两颗子压出来 然后再跳作战 这个地方黑棋也完全可战 实战白棋打吃在右边 把这里变后 黑棋脚上二路扳 白棋也就没有选择反扳 反扳的话外面还有断领 所以说白棋直接虎一个 黑棋脱先去抢大场 因为这个地方直接立上去的话 虽然说这个木属还可以 但是很明显全局非常的空旷 有价值更大的地方 所以说黑棋拆边 白棋分头 黑棋往左边逼住 白棋直接断打 在这里挑起战斗 黑棋长 白棋爬一个 黑棋也没有单长 先打持 这个也是后续的一个定势走法 白棋反打 黑棋再长 白棋就这样一路推过来 然后走到白棋往这 压过来的时候 黑棋 还是选择忍耐 单长 那有没有反击的手段呢 比方说黑棋扳 扳的话主要是多了一个断点 气也紧 这样的话 黑棋去紧白棋的气 白棋可以断打完之后 再打持 这个地方呢 黑棋就不敢再去跑这颗子了 不然的话白棋连续打 先长气 然后右边立下去 右边白棋 黑棋已经确定了 就三口气 白棋外面的这三口气呢 黑棋是紧不住的 所以说这样对杀 黑棋不行 所以说如果黑棋忍不了 搬住反击的话 白棋断 黑棋搬 白棋断打完之后再打 黑棋就不能再跑了 只有往右边打持 白棋提掉 这样的话 黑棋跟长一个相比的话 稍微增加了一点目数 但是白棋外面拔花 这里的后薄就差很多了 所以说扳头的话 对于黑棋来说 完全没有必要 实战 黑棋单长 白棋尖顶 这个地方反正黑棋 就算挺头的话 以后白棋扳下来 脚上还有扳 实战 黑棋 先扳 也差不多 白棋扳断之后 黑棋总不能往脚上去打持 不然的话 白棋反打完中 上面再一打穿出来 那黑棋这里要崩溃 所以说黑棋只有站在外面 白棋脚上扳完之后 打持一通搜刮 再回到左上脚点 可以说下到这儿 这个局势一直在柯杰的掌控之中 黑棋连回来 白棋再靠牙 接下来黑棋扳头 这里白棋就是想让黑棋变得比较重复 就这个棋型来说的话 一般来讲 出现这种形状 黑棋都会挺头 威胁白棋外面的断点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 黑棋挺头的话 白棋往右边飞 那黑棋右上脚 还要继续处理 这样的话 白棋打赤破眼 黑棋出头 还没有活干净 等白棋再往左边拐头的话 拐到这一下 黑棋再围 这个空已经很明显比较扁了 所以说实战 黑棋为了把这个空 变得比较立体 选择贴住 白棋往上唬一个 然后再往二路拖 柯杰的这个手段还是非常的多 想现在脚上进行腾螺 然后再处理上面 但是这手二路拖可能时机不是很好 因为黑棋是可以拖先扳头的 这个棋直接紧住了白棋的气 白棋就算往脚上这里扳 掏空的话 也不敢继续去做活了 不然的话 上面这块棋再被黑棋去包围 就越来越危险了 那最终白棋还是得再飞出来 那黑棋往脚上扳 所以说黑棋扳头也能走到 脚上也能不好 那黑棋为什么不先去搬呢 所以说刚才这个棋 白棋二路拖有点过分 应该单成 使阵白棋走招的时候 黑棋居然还老老实实的跟着硬 那白棋交换到肯定是便宜了 以后有这种搬出做活的手段 接下来白棋往右边点刺先手 直接飞风 黑棋虎一个 然后打吃做活 接下来白棋再扳头 这里黑棋如果说断的话呢 因为周围都是白棋的子 这里作战黑棋不太行 实战黑棋反扳 白棋连扳 粘上黑棋拐头 但是左上这个空还漏着风 所以说白棋马上就进来了 这个棋白棋稍微有点心急 其实右边这手小飞啊 是AI一直强调的双方必争的要点 那白棋飞过来之后呢 如果说黑棋执意要去围左边的话 以后白棋一旦把这个缺口补掉 那我们可以发现 中间白花花的一片 全是白棋的潜力 黑棋就算能再进来掏空 也不敢再深入了 比如说黑棋往这放一个 白棋再把左边这个门一关 那黑棋要死在里面 这个不容易做活 黑棋要是在外面削一削 白棋就跟着围 这个地方还是能围出不少空的 所以说白棋先往右边飞 是一个好次序 黑棋要是跳进来掏空的话呢 那白棋至少确保底下已经围成了 再往左边二路漏一个也不迟 这样白棋两边都可以便宜到 所以说右边是现在双方必争的要领 实战白棋直接往左边二路漏 黑棋小飞 白棋直接往二路拖 扩大掩位 黑棋要是搬的话 现在搬不下来 因为搬的话被白棋唬一个 黑棋挡不住 场一个被白棋冲断 这个地方黑棋必然会出棋 所以说阻止不了白棋连回的话呢 黑棋单退 白棋选择跳一个 再爬的话呢 以后黑棋有这个靠段 上面要被断开 所以说白棋跳回 连同脚上这颗子一起拽回来 黑棋拐头 白棋爬活 这个地方虽然说全部在二路 但是只要能掏出来一块 白棋的收获还是很大了 接下来就剩中间这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没有定型了 还有一些边边角角 都是属于一些关子 所以说这个时候 脚上的挺头就属于比较大的 那白棋藏一个联络 黑棋下来这个沾走的也不太好 这个地方肯定应该先冲啊 冲完之后再沾 那也不存在黑棋落后手的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不走 白棋不补的话 黑棋马上就可以往外断打完之后 藏出来 把白棋分开 这个地方白棋的气非常紧 补一手的话也不太好补 像这样补的话 这个效率又太低 以后黑棋外面点还有先手 补的稍微大一些的话 这个断点又没有补掉 所以说黑棋应该先冲 这个后保太关键了 实战黑棋单战被白棋站上 那白棋铁后 所以说黑棋这里下的也有问题 那接下来黑棋总得再往右边飞了吧 这个棋 那很容易想到了已经 白棋再围的话 黑棋往右边跳出来 还要反持白棋这根棍子 看白棋给不给 给的话呢 黑棋就吃掉 这个目数很大 不给的话 黑棋就顺势往里面钻 你把这个棍子给救回去 我就把你中间的这个空给掏掉 这个黑棋很明显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节奏 实战圣米俊这个地方 下的也太怂了 这个时候居然去回到右上角 提掉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担心这块棋的死活 这块棋哪有这么容易死啊 上面这个二路扳完周虎 然后边上还能作业 所以说还是应该飞 实战黑棋提 那柯杰就非常敏锐的 把这个缺口给补上 黑棋上面再点过来 这个也是黑棋 想给自己挽回一些颜面 因为这个地方 总不能只是一手单关做活 总得想对白棋造成一点冲击 点过来 白棋虎一个分段 沾的话呢 那确实比较麻烦的 黑棋这个地方连回的话 白棋上面大龙 一手棋还连不回去 会被黑棋给铐断 半的话长 再长的话 黑棋可以沾在这 这个冲断 沾上面黑棋连回家 白棋被断开 沾罩的话 被黑棋断吃 上面有断点 然后白棋左上角 这个尾巴也要掉 所以说白棋直接吐一个吧 黑棋断开算 黑棋要是断的话呢 那白棋就直接 走着嚣张一点 就大吃黑棋 稳妥一点呢 就补在旁边 我们来看这个嚣张的走法 嚣张的走法 黑棋搬 白棋挖毡之后 黑棋补断 白棋直接断吃 在打这个棋 这个棋 对于双方来说 都非常的危险 不过 接下来 黑棋的 棋材在哪 不太能找得到 毕竟这个棋 关系到黑棋 两块棋的死活 这个价值实在是太大 所以说 这个棋啊 白棋完全可以打 实战呢 黑棋就算了 从右边 这个地方钻进来 这个地方 白棋还不太好 去分段 分段的话 黑棋还有这种 靠段的棋 或者说冲段 白棋也挡不住 跳进来之后呢 白棋自补一手 把上面给联络完整 黑棋左上角 搬搜刮 白棋虎一个在虎 这样活了 黑棋底下点刺 这个棋 主要就是为了 凑一个步调 把自己的这个段 给先手补好 以后白棋不走的话 黑棋连回来 白棋还得继续补 不过这个地方 科棋也就脱签了 实战白棋 就往右上角 长 因为黑棋现在不敢断 断的话 白棋冲段 还是要反杀 接下来 黑棋要开始 右上角忙活了 搬一个 然后边上冲 冲完之后 再往上 黑棋这个地方 总感觉 判断上有点问题 就从黑棋的 这个招法来看 似乎还觉得 自己的这个形式不错 有点不可理喻 那首先呢 黑棋右边断 是不成立的 这样要被白棋给争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断 包括以后长 这个地方 劫财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劫财很多 又是本身劫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去一路搬 跟白棋去打这个劫呢 而且这样打劫的话 白棋是没有退路的 因为以后 黑棋再提回来 白棋要是长的话 黑棋还可以再开进去 这个是直接要把白棋 这个右上角的死活 给卷进来 所以说黑棋 局势又不太好 还不下这种 比较拼的这个走法 黑棋居然还有 闲情雅致 去这里唬一个 被白棋打吃 再拼劫 这个劫 完全不可怕 白棋可以先提 黑棋 黑棋点刺 找劫财 再提过来 白棋打不过就不打 白棋沾上 脚上 毫发无伤 这样的话 黑棋只能非常无趣的 自己去做活 白棋再往左边跳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接下来 还是要收官了 上面的白棋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 黑棋冲 再冲 断打 打吃 没有棋 这个地方打吃 沾上 被白棋直接给闷死 那实战呢 黑棋就只有 先从左下角 这里找头绪了 先连回来 逼迫白棋补断 黑棋再往中间 这里钻 能破多少空 就破多少 白棋跟着围 反正现在 白棋这个幕术 是领先的 黑棋再往上跳 白棋就补一手 再冲 白棋团住 接下来 黑棋再往里面钻 白棋也是 先选择反击 这个棋什么意思呢 就是黑棋坚顶的话 白棋坚顶 你要敢往里面撑 我就把你顶断 这个黑棋要死 你连回去的话 我就直接火一个 黑棋打吃 白棋就可以先手 去其他地方收关了 这样就平稳度过 实战黑棋 往外面 靠完之后 也不去补了 其实这个地方 按道理来说 还是应该 把自己联络的 主要是觉得 这样被白棋 右下围起来 空不够 所以说 黑棋终于在这个时候 选择了反击 但是黑棋 刚开始反击 白棋走到这手 靠回的时候 这盘棋就结束了 这个棋 为什么就结束了呢 黑棋 那破不掉 右下 这个空就不够 黑棋要是 非要投铁 往前钻的话 白棋刺一个先手 黑棋 右边得补断 左边冲一个 黑棋也得 虎一个补棋 这样大龙 被白棋断开的话 黑棋在中间 是搭不出来 两只眼 这样空没破掉 大龙要被反杀 所以说 黑棋整个就不行了 那对盘棋呢 也是相当精彩 又是科棋 完胜的一局 那转折点 主要就在 于右边 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缺口 AI是一直 心心念念的 让双方先走到 那最终 白棋想为 中间的时候 黑棋是 自己非常怂的 去右上角 补活 被白棋 把这个缺口 一包扎 这个局势 黑棋瞬间 就不对了 然后后来的话 黑棋不仅是 没能在上方出棋 中间掏空 最终也是 无能为力 那这样的话 黑棋只能认输 好 那这番棋 就给棋友门 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门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